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本书主要讲了一下七年黑格尔派 就是马克思和七年黑格尔派的关系 我们在课堂上不能强劲地讲这个课题 不能强劲地讲这个课题 因为我们的课时有限 所以大家可以配合我们今天讲的七年黑格尔派 这是马克思乌克斯的哲学 对七年黑格尔派的这样一个继承关系 大家再具体看一看深入了解 什么是七年黑格尔派 马克思和七年黑格尔派究竟是什么关系 他包括这个书里面 他其中讲到了 就是马克思是怎么和鲍娃尔 和这个七年黑格尔学派的各个各派人物 发生联系的 他吸收了他们的哪些思想 包括他们的实践观点 包括他们的关于这个政治经济学 包括受他们的政治学研究的启发 包括他们的共产主义观点 就是很多观点他是怎么从七年黑格尔派里面吸收过来的 因为马克思和七年黑格尔派关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关系 也是一个 就是说也是这个过程的也是比较 就是说还是有一个过程的 所以大家可以进一步再去看一看 第二个呢就是恩格斯的 在马克思目前的讲话 就是对马克思的这个思想贡献的一个颂扬 大家这个不长啊 但是呢他读起来很值得回味 很值得回味 大家可以再细读一下 就是一些他的一些观点啊 可以再具体抠一下 再抠一下 这是第二个 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恩格斯写的马克思和新莱因报1848年到1849年 以及卡尔马克思1848年到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遗书导演 那么这一些实际上都和这个研究 马克思思想史的形成是有关系的 那我们不是开他的这个具体的哪一步述作 我们说了我们讲的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在学这门课程的时候 我们要求什么建立一种哲学史的观念 学会从哲学史的角度来思考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 以及他的发展 他的发展 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开的书目呢 都是和他的思想史研究相关的 思想史研究 特别是他的这个实践维吾主义的思想起源相关的这样一些著作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具体的了解他的实践维吾主义啊 所要读的一些最主要的这个著作 一个呢是他的博士论文 德莫克利特和伊纠罗智南哲学的差别 这一本书呢很多包括这个麦克利特和伊纠罗智南都认为 他是马克思还是维新主义的啊 基本上是维新主义的 但是呢我认为呢 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刚好 是他对是在克服在批判这个鲍娃尔哲学的时候 他一个最重要的特点 建构了他的实践哲学的一个基本的范式 基本的范式 就他的这个思维结构啊基本上在这儿建立起来了 那么这个呢是需要我们重新来进行思考的 第二个呢是科隆日报第179号社论 在这个社论里面呢 马克思对哲学的功能啊 哲学的功能特别强调 他和现成世界的这样一个联系 他的政治批判的任务啊 他都提出来了 第三个呢是黑格尔把哲学批判导演 第四个是令犹太人问题 这两部著作呢代表了他的这个思想的一个转变 就是无产阶级的这样一个世界观的一个形成 共产主义世界观的一个形成 也代表了他的一个政治批判 就是说他在1843年到1844年这个期间 1842年到1844年这个期间呢 他的这个政治批判的最重要的这样一个成果 最重要的成果 那第五个呢是1844年经济学首稿 这是他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起端 同时呢也是他对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最主要的成果 最主要的成果 第六个呢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第七个是得意志意形态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呢 马克思以提纲的形式表达了自己的新的世界观 就是系统的表达自己的世界观 他有哪些内容 这个是需要我们去进一步学习的 还有一个呢就是得意志意识形态 得意志意识形态 是他对他的他们的 他和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一个系统的这样一个研究 本来应该我们说还有神圣家族的 但是因为我们是本科的课堂 所以大家有兴趣可以去读 如果要是来不及的话呢也可以不读 也可以不读 就是说放到以后啊有兴趣再去读 他那个里面的很多思想呢 也是值得我们研究的 我们在讲授的当中会讲的 再一个呢就是哲学的贫困 哲学贫困呢是对普鲁东的一个批判 其中呢提出他的这个历史主义方法的问题 提出历史主义方法 再一个就是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 这是马克思的一个经典文献啊 经典文献在资本论里面呢 你们可以重点读一下他的德文版序言 德文版序言 关于他的方法 他的思路怎么样研究资本主义 他都讲得很清楚 大家可以读一下 可以读一下 这个笔读书目在我们的书的后面都有了 在书里面都后面都开的有 然后思考题 这个思考题呢是我们掌握马克思的思想的一些最主要的问题 最主要的问题 一个呢是什么是异化劳动理论 这是马克思提出他的实际文献主义理论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成果 基本的成果 这个异化劳动理论呢 他不仅仅看过了这个异化劳动形式啊 很多学生答题的时候就是答这个异化劳动四种形式就完了 以为这就是异化劳动理论 他其实还包含着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一个规定 对人的本质以及他的实现的规定 所以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呢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富 非常的丰富 这个是需要我们进入在学习当中啊去理解的 第二个呢就是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哲学内涵 他应该包含哪些内容 不是仅仅从实践概念的规定 而应该包含他的结构 以及他的这样一些很多思想内容在里面 包括他的政治批判宗教批判 很多内容 这是他的第二个 第三个呢就是马克思的市民社会这样一个概念 就是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是什么 现在我们都在研究政治哲学啊 都在讲市民社会 那么每一个人对市民社会的界定是不同的 而且市民社会这个概念 从早期从到黑格尔那儿 一直到现代社会 他的每一个人的界定不同 他是随着这个市民社会自身的发展 他在经历了由自由资本到这个现代社会的这样 就是到这个垄断资本的这样一个过度的变化 所以能不能对他的规定是不同 但是我们在学习马克思的这个哲学的时候 就要把我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是什么样的 市民社会概念是什么样的 这是这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 既包括他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容 同时也包括他的东方社会内容 就是说他整个的 他不是一个演绎性的 他到了这个世界历史理论 讲世界历史 在资本主义这样一个创造世界的时候 就是东方和西方的关系问题 所以你既要联究东方 既要联究西方也要联究东方 如果你没有这个马克思的这个世界历史理论 没有对东方社会西方社会 没有对这两个社会之间关系的这样一个研究 你那个世界历史理论的研究就是个空的 是一个没有问题的 我看到很多写这个世界历史的书 就从马克思的几个概念里面推 他的动力是什么 他的什么概念是什么 他的观念是什么 这些讲要不要讲呢 是要讲清楚 这是我们在课堂上讲的 而且我们课堂上也不止这个内容 你真正的要研究这个问题 深入地去研究这个问题 你应该同时把这个西方的发展和东方的发展 特别是在20世纪的发展 你要把它包括进去 那么马克思在当时 就他那个时代 他是怎么研究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 世界发展 怎么研究这个东方的这样一个殖民化过程 以及这个东方的这个改 这个资本主义化的这个过程 我想殖民化是两个 一个比方他研究了印度 就是印度它是一个完全殖民化过程 那么讲俄国 俄国是一个通过自身改革 从一个这个中法式经济 走向资本主义经济的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这两个过程是不同 马克思对他们的说明也是不同 就是说说明东方的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化的道路 它也是多元化的 也是多元化的 那么这样一些理论呢 应该都成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内容 也是我们要讲授的这个内容 只是我们在这儿把这个题目出出来的 大家在听课的时候可以理解 哪些是世界历史理论的内容 我们应该从哪些角度去提出问题来 去进行思考 你具体的写这个问题的时候 比方说认识它 我可以直认识西方或者直认识东方 比方说像现在 包括这个美国思想家 罗伦斯坦他们 他一个很大的倾向 就是他们一个西方 现在思想研究 很大的一个倾向就是什么 通过研究这个殖民地国家 非洲啊这样一些国家的 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化的过程 来研究全球化是如何可能的 就是世界历史发展 也就是全球世界这个历史 经济政治文化的全球化 是如何可能的 就是有一个他者的这样一个视角 来进行研究 而不仅仅是从这个资本主义 这个世界历史发展的 这样一个中心地带 也就是它的八大国家 而是研究它的不发达国家的 这样一个状况来反思 你这个全球化是如何可能 从它的生存条件上面 来进行研究 就是说它可以从这个视角来研究 但是呢 就是说我们在了解 马克思的这个思想的时候 就同时的要了解 它的对西方思想的 这个资本主义世界发展 也就是说 从它的内在动力发展的 一个研究 一个是从它的这个 外部条件的两个方面 马克思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这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 再一个呢 就是马克思的方法论 马克思方法论 这个我们讲历史主义方法呢 实际上是马克思的 这样一个基本的方法 就是它区别于其他哲学家的 这样一个方法 如果其他哲学家强调的是 一个科学的逻辑的方法 那么马克思图出了 是历史主义的方法 我们要看它这个 历史主义方法的内容 任何一个哲学家 任何一个哲学家 只要他是哲学家 他就不可能没有 自己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如果没有自己独特的认识论 和方法论 他就不可能建立 自己的这样一个思想体系 自己的思想体系 所以马克思作为一个哲学家 他也有自己的这样一个方法论 自己方法论 这个也是我们要着重研究的 着重理解的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在马克思思想形成过程当中 费尔巴哈哲学是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 那么费尔巴哈哲学 对马克思哲学产生了哪些影响 马克思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 有什么区别 这也是我们可以研究的一个课题 也是我们值得思考的 就是从这样一个研究当中 我们可以理解 什么是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 什么是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 如果你没有一个对他前提 对他的这个思想来源 对他的前者的一个批判 你是不知道他的思想的特点是什么的 所以我们说哲学 他不能空着讲 或者照着讲 或者对着讲 或者接着讲 但是你就不能随便讲 就是说一定要有他的这样一个规范 所以我们看一看 他和费尔巴哈 如果说马克思自己说 我接触了费尔巴哈的很多思想 那么我们看一看 他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关系 究竟是什么样的 这也是理解他的 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的政治经学 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哲学创立当中的意义和作用问题 就这样一些就是对于这个马克思哲学变革 有重要意义的这样一些问题 我们带着这样一些问题来听课 来看书 来思考一下 来思考一下 这个在后面都有了 那么下面呢 我们讲第一节讲马克思的生平和他的哲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从这个整个马克思哲学的思想发展过程当中呢 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三个时期 三个时期 一个是1841年到1846年 为什么从1841年算起啊 实际上就是说马克思的思想呢 他写这个博士论文是从1839年开始的 但在这个写说这个论文的这个收集手稿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也是他形成的这样一个过程 但他真正的从他的这个最后论文出现 和这个青年黑格尔派表现的一种这个分裂 表现的分裂 形成自己独立的思想呢 还是在他1841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当中 完成的这个德莫克里特和伊揪罗自然哲学差别 这样一个这样一篇论文当中 所以我们把它从他不是算他前期受什么思想影响 而从他自身的这样一个思想创造过程来说 我们把它从这个1841年算起 1841年到1846年 也就是他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发表 整个唯物史观的这样一个理论的这样一个形成 第二个时期的从1846年 就是说从他下半年开始 就是对普鲁东的批判 那么到第二个时期一直到70年代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他是系统的探讨和散发了这个唯物史观 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就是他对唯物史观呢 作为一个很系统的这样一个散发 同时呢也创立了他的资本主义理论 如果说他早期政治经学的研究 只是在这个实践唯物主义的框架上的一个探讨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就开始创造他的资本主义理论 他这个研究唯物史观和资本主义的理论的创立了 可以说是一个互动的这样一个过程 就是每一次他用这个资本主义 唯物史观发已经形成的唯物史观去研究资本主义的社会 重新反思资本主义社会的时候 然后提出他的资本主义社会理论 就推进了他的这个经济学的研究 也推进了他这个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研究 然后呢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这样一个深入的研究呢 他又把他的唯物史观呢 又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他的唯物史观的新的观点 新的观点 又推进了他唯物史观 所以他是一个互动的这样一个过程 这样一个过程 这是所以我们在这个讲的过程当中呢 会把这样一个具体当中会把它讲出来的 那么第三个时期呢 就是他70年代到80年代 这个时代呢就是开展就是开展 就是研究这个人类学 研讨这个东方社会的现代化问题 这个时候马克思就是把他的资本认的 写完第一卷以后 他的资本认的第二卷第三卷呢 都是以手稿的形式保留下来 自己并没有整列出来 而是转向了研究这个人类学 研究东方社会的问题 来重新思考这个是他的世界历史发展的问题 世界历史发展的问题 那么这样呢就是就形成了他的从早年到晚年的 这样一个思想变化的这样一个过程 思想变化过程 下面呢我们来分别讲一下 他的这样一个思想的形成过程 思想形成过程 关于这个马克思的这样一个思想形成过程呢 其实在他写博士论文之前 他有一个复杂的思想变化过程 就是说马克思的他是出生在1818年 他出生5月5号出生在一个 就是南英省的 德国的南英省的特利尔城 这个特利尔城呢 当时啊 这个是一个自由主义空气 非常浓厚的这样一个地区 而且呢 可以说共产主义在他那盛行 自由思想都在他那都盛行了 大家都可以自由的 自由讨论问题 那么正是在这个 而他的父亲呢 当时也是一个有名望的律师 而且有很好的文化教养 崇尚这个启蒙精神和自由精神 这些都对这个马克思的思想呢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所以后来马克思呢 也非常崇尚这个 这个启蒙思潮啊 对启蒙哲学做了很多的研究 很多研究 还有一个就是马克思的岳父 威斯特华伦 他当时呢 是特利尔的政府的这样一个官员 政府的官员 他也是这个学识非常这个渊博 学识非常渊博 然后呢 也酷爱这个古希腊和莎斯比亚的 这样一个作品 也爱好这个浪漫主义的文学 对社会问题啊 也非常感兴趣 那么这些呢 也对这个马克思产生了 这个很大的影响 那么由于有了这样一些影响 加上当时这个特利尔盛行的 自由主义的这样一个启蒙精神 所以马克思在这个很早 就是他在这个中学的时候啊 就开始有了自由主义的这样一个思想 自由思想 并且把这样一个思想呢 用到他的这样一个 对社会的 对他的这个社会观察当中 这个可以呢 说主要表现在他这个 中学毕业时候写的这个三篇博士论文里面 三篇论文里面 中学毕业的三篇论文里面 一个呢就是他的这个中学考试写的一个宗教 宗教作业 宗教的这个作业 那么这个宗教的这个作文呢 他就是说 根据约翰福音第十五章 第一至第十四节 认信徒结合为一体 这种结合的原因和实质 它的绝对比较性和作用 那么这个恩克斯在写这个论文的时候 就探讨了这个基督同信徒结合为一体的原因和实质 他认为啊 这样一个结合 这个基督 基督和信徒 和这个基督的信徒 它结合的原因是什么 他认为应该到人性当中去寻找 而不应该到基督那儿去找 不应该在宗教里面 而应该到人的本性里面去寻找 这就提出了什么 宗教和人性的关系问题 宗教和人性的关系问题 当然马克思当时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呢 表明了他一个思路 就是从人性能的自由的角度来思考问题 来思考问题 那么第二篇呢 是他这个 就是我们经常 经常这个很多文 很多这个书里面都写的 就是他的这个青年 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 这是他写的德语考试的一个作文 德语考试的作文 那么在这个文章当中呢 他强调人性的完美和人类幸福的一致性 并且自觉地把这个职业的选择 与对人性的完美的追求结合为一起 就是他认为啊 就是说这个什么是人的幸福啊 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 他认为这两个是不应该把它这个对立起来的 对立起来 不能说有一种利益去消灭另一种利益 而是什么呢 就是说 人啊 只有为同时代的人的完美 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 自己才能达到完美 自己达到完美 所以他把自己的这样一个幸福啊 和人类的这个解放呢 把它是连在一起的 连在一起了 也就是强调啊 他的这个 这就形成了他的在探讨人性当中的 人类性和个体自我实现的一致性的一个理解 一致理解 那么第三篇论文呢 是奥古斯都的元首政治应不应该算是罗马国家教幸福的时代 这个呢是马克思在中学毕业考试的时候写的拉丁语的考试的作文 拉丁语考试的作文 那么在这一个文章当中呢 呃 你们可以去看一看啊 这个文章写的蛮有意思的 就是他是考察了这个国家政治的合理性 他的国家政治合理性呢 你不能以他是君主制 还是以这个民主制来衡量 而是应该衡量的标准是什么呢 就是说 他说这个好坏的标准啊 是首先你这个国家啊 你愿不愿为人民臭福 就是你这个国家是为人民的呢 还是为少数人的 他说这是一个标准 那么第二个标准呢 就是说你这个国家啊 能不能让最接触的人民 人们担任国家的职务 或者说你用的都是庸人 而这个接触人物出不来 那么这就反映了 你这个正体好和不好的问题 那么还有一个标准呢 他就说 就是你在这个国家里面 各种技艺和科学 能不能繁荣昌盛 就是说你是不是压抑了 这样一个科学发展 或者说你开放了他的 这样一个发展 那么这样呢 他就说 所以说我们讲一个国家 政府好 不是说他是君主制 还是民主制 而是说他的衡量标准 是他能不能为人民臭福 就是说你这个政府 是不是为人民的 所以他是以这个人民 以这个接触人物 能够在这个国家里面 展示自己的才华 以这个国家的 这样一个科学的繁荣和昌盛 为他的这样一个 为一个标准 而不是以简单的把它归为 你是君主制还是民主制的 这样一个问题 他认为应该是这样的 所以这样这些东西啊 都不能算是 他的这个严格的 这个哲学思想的一种表达 但是呢 他却表现了这个 马克思啊 他的这样一个 能文情怀和对自由主义精神的 这样一个向往 这样一个向往 这一个思想呢 是形成了他的这样一个 哲学创造的基础 所以到1835年10月 马克思开始进入这个 大学学习的时候 他首先在波温大学呢 学法律 然后呢 又转到一年以后转到这个 柏林大学去学法律 那么在学法律期间呢 他对法律啊 就不感兴趣啊 就转向了对哲学 他对哲学更感兴趣 所以就开始研究法哲学的问题 开始研究法哲学的问题 他认为这个法学啊 学得太牙医人了 都是一些条条框框啊 就只讲 这个你应该是这个条文 那个条文 他觉得呢 是这个法呢 应该是未能的 因为是未能的 不是说能是服从于法的 他的法学刚好是要什么 能服从法 所以他跟他父亲 写了一封信 他这个法学是有问题的 这个法应该是未能服务的 怎么反而是能服从法呢 马克思的父亲就说 他这不适合于学法学 这个思想是十分有害的 对于法学来说 是十分有害的 那你怎么能够把条文 把它放到一边 去批判这个法律条文的 这样一个 对他的合理性去进行质疑 然后提出这个能性的 发展问题呢 所以这个 可以看出来这个马克思啊 他父亲都说 他不适合学法律 所以后来他就从法律 就转向了这个哲学 就转向这个学哲学 也就是说 学这个法律背后 支撑法律的东西 究竟依然是什么 深入到这个法的 这个背后里面去了 这就是哲学的深刻性 这就是哲学的深刻性 所以在这个里面呢 在这个期间呢 他就研究了黑格尔的著作 黑格尔著作 同时呢 参加了青年黑格尔派 在柏林组成的博士聚罗部 博士聚罗部 那么在这个当时这个青年黑格尔派的这个博士聚罗部里面的这个最主要的负责人呢 一个是就是鲍尔兄弟 这个鲍尔兄弟呢 一个是布罗洛鲍尔 一个是艾德加鲍尔 然后还有呢 就是科本 再就是鲁腾堡 梅因 茄子考斯基 斯蒂娜 菲尔巴哈 卢格 和斯等等 这个和斯跟马斯的这样一个联系 可以说 一直保持到最后 保持到最后 他们的这个关系是很密切的 那么这个派别啊 这个青年黑格尔派呀 当时有两个特点 一个呢 是强调黑格尔的辩证法 和他的这个理性原则 和他的理性原则 要求呢 就是说 这个 第二个呢 就是他们在政治上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 坚持革命民族主义的这样一个立场 那么马克思参加这个俱罗部呢 就受到这两个方面的影响 和他们保持了一个非常这个密切的联系 但是同时呢 马克思在这儿 当时还是一个 还是18岁 很快地就展露出自己的才华 展露出自己的才华 所以呢 他跟这个这些人呢 这个交往也 包括这个和斯 他们都非常的赞赏他 就是马克思博士啊 是一个非常天才的龙物 是一个非常天才的龙物 这个 那么在这个研究当中 就是说他在这个哲学上 政治上都受到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 那么 由于受到这个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 所以马克思抛弃了 他早年的浪漫主义的这样一个理想主义 转向了对现实问题的关注 力图向现实问题本身去寻求思想 去寻求思想 这个时候 马克思在政治上是一个革命民族主义者 在哲学上是一个青年黑格尔主义者 但是到了1811年的博士论文以后 就是写了这个德摩克利特的自然哲学 和伊比丘罗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以后 这个马克思呢 就开始对这个布罗罗鲍尔的哲学思想 进行清理 探讨新的维吾主义学说 这就表现了对青年黑格尔派哲学的一个超越 一个超越 所以我们讲他的哲学创造之路 从他的博士论文开始讲起